我是一個消防隊員,我現在在北部服務 相信大家都知道,從好幾年前 我們就已經在抗爭消防隊有能力不足的問題 這兩年前,我們台北市的倫愛路 有發生一間地下市火警 那這火警造成一個小隊長殉職 大家猜猜看台北市消防局 那位小隊長所屬的分隊 可以派出多少人出來打火 答案是五個人 現在行動局現場是五個人的消防分隊 這個新來的學弟 還不曉得怎麼抓蛇啊 正好這趟出勤可以教他一下經驗傳承 經驗傳承 來學弟看好啊 欸欸都抓不到 啊夾到了 啊被咬傷了 學長你有沒有怎樣 啊有沒有怎樣 死了趕快走趕快走 欸學弟你看 這麼小顆的風 很簡單啊 用風 用那個殺蟲技 那個火攻就好了 會嗎 好交給你囉 欸 欸有沒有怎樣 那這個行動局我們可以看到 消防人員 出動非專責消防行務的 不僅影響我們的訓練 我們人也還有可能受傷 更嚴重的是 我們人力不足 好我們從來沒有受過捕蜂 抓蛇 貓狗 好這些訓練從來都沒有過 另外就是我們對這些生物動物的習性 好是一概不值 好這三年已經有三位警衣消訓職了 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他們的家屬 你會怎麼想 所以在過渡期間啊 一方面我們 暴動期間訓職沒有關係嗎 裝備的訓練 裝備還有訓練這部分 為了保障我們現在的安全 那我們跟中央幹什麼 那我們跟中央幹什麼 那我們基層繼續縱使好了好不好 回歸專業 回歸專業 行政院出來面對 行政院出來面對 一 一 二 三 三 九